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25号说 将向叙利亚东部油田派遣作战人员 以防极端组织卷土重来 并夺取对油田的控制 而就在埃斯珀的话音刚落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就通过其社交媒体表示 美国通过走私叙利亚石油获利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说 美国政府机构每月从叙利亚石油生产中 获得超过3000万美元的收益 科纳申科夫说 鉴于一桶叙利亚走私石油的价格为38美元 美国国家部门的这个私营生意 月收入超过3000万美元 俄国防部说 在续境内极端组织被消灭之前与之后 美国对该地区石油进行了大量开采 并将其运至叙利亚境外 美方通过军方人员与私人军事公司 对这一走私行为实施保护 石油开采所使用的设备 由西方主要公司提供 俄国防部还说 通过走私叙利亚石油赚取的收入 转经部分公司 最终汇入美国私人军事公司 与情报组织名下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 25号证实 美国将向叙利亚东部派遣机械化部队 以保护油田 俄国防部26号就此表示 美国无权保护叙利亚油田 另据俄罗斯消息报25号报道称 对于美国的这一计划 叙利亚人民议会国际委员会副主席表示 叙利亚人民议会国际委员会副主席表示 叙利亚政府的下一个目标 将是恢复对叙东部所有油田的控制 未来保障该地区稳定的 将不是库尔德武装或某些外国部队 而是叙利亚政府军和经叙政府同意 驻留在叙利亚的部队